船地的路线进行了提前探访 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4月20号的下午2点30分 再有整整24个小时 奥运火地船地就将在吉隆坡展开 在这里采访的过程中呢 我们发现了一组游客 本来他们的行程中呢 并没有参观独立广场这个项目 后来听说独立广场将是火炬船地的起点 他们就特别赶过来拍照留念 这些游客大多来自中国广东 他们说 奥运火炬船地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 这次来马来西亚旅游恰逢奥运火炬在吉隆坡传地 这不仅能让世界了解中国 也让大家更有乐趣去体验当地的美丽景观 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独立广场周围的英式建筑 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参观 在采访当中 许多外国游客都认为 奥运不应该和体育挂钩 祝愿北京奥运和火炬船地成功顺利 奥运是什么东西 中国的政治是什么东西 所以实际上我认为 这是一个美丽的事情 大家应该在祝福 这里是北京奥运火炬船地路线的一部分 吉隆坡莫迪卡体育场 正在体育场里跑步的 就是第31棒火炬手 78岁的华文教育家 梁水勇老先生 原来梁老先生在马来西亚奥委会 领取了火炬手统一的运动鞋和运动服之后 就迫不及待 马上到莫迪卡体育场试跑 不过刚跑了几分钟 天空就飘起了小雨 梁老先生表示 即使火炬船地当天下雨 他也会坚持跑完自己负责的路段 他相信火炬在吉隆坡的船地会非常成功 那么在结束吉隆坡的船地之后 北京奥运圣火将会抵达印度尼西亚首都亚加达 这是亚加达历史上第一次迎接奥运圣火 目前那里的奥委会和政府部门 都已经做好了迎接圣火的准备 从人口和城市规模上看 印度尼西亚首都亚加达都堪称东南亚最大的城市 而且这座城市的历史也很悠久 但是奥运圣火此前却从来没有来到过这里 在确定2008年奥运会火炬船地城市时 北京奥组委和国家委会终于把目光投向了这座城市 对此年狱花甲的印尼国家体育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苏马哈迪感到既兴奋又骄傲 苏马哈迪老人还告诉记者 印尼虽然国家较小 但是体育水平却不低 尤其是在羽毛球项目上 称雄世界体坛数十年不衰 从1992年到2004年的近四届运动会上 印尼一共夺得了五块金牌 在东南亚国家当中首屈一指 而即将到来的奥运圣火 也再次掀起了亚加达人对体育的热情 在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前 印尼在经济上曾经是亚洲四小虎之一 亚加达的城市建设 在那个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位于市中心的苏加诺体育中心 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亚加达市体育部的负责官员 在此向记者介绍说 本次奥运火炬传递 将主要围绕着这座体育中心展开 目前市政府各有关部门 以及警方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将保证奥运火炬传递过程当中不受到任何干扰和破坏 此外今年还是印尼政府确定的国际旅游年 亚加达市政府还准备在圣火传递的前后组织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一方面为这次难得的盛世助兴 同时也向世人展示印尼规律的传统和文化 本次火炬传递 印度尼西亚挑选了总共80名火炬手 有印尼优秀的运动员 华人代表 还有艺术家 企业家和政府官员 其中年龄最大的76岁 最年轻的28岁 为了即将到来的火炬传递 这些火炬手都跃跃欲试 在印尼出生 并且生活了60多年的黄金一老先生 在亚加达的华人社团里 享有很高声望 这天他与两位老朋友又聚在了一起 商量起了火炬传递的事 不过三位老人这次可不是观众 而是正排的火炬手 感觉到很高兴 那么就大家朋友们听到就 哇 这个 从来没有听过 我们诗人能够拿这个火炬手 这就很了不起 就有这些成就感 我们退休了年纪更大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回味无穷 我想把这个火炬把它收藏在一个 收藏在家里 而且用一个玻璃箱把它 做一个玻璃箱把它 让子孙都可以看到 在印尼的社会生活当中 华人无论从人数 还是社会影响力上看 都是一个很大的族群 所以这次雅加达的奥运火炬传递 特意挑选了几位华人火炬手 这三位老人荣幸地成为了 印尼华人的代表 对于印尼羽毛球速将 魏仁芳来说 他一生最荣耀的一刻 无疑是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上 为印尼夺得第一块奥运金牌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魏仁芳也荣幸地成为这次 雅加达奥运火炬传递的火炬手 根据了解 这次参加雅加达火炬传递的火炬手当中 除了华人代表和印尼优秀体育运动员之外 还有艺术家 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等 曾经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 代表印尼足球队参赛的华裔足球名将 今年已经76岁高龄的陈良和将是第一棒火炬手 而印尼现在最当红的羽毛球运动员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获得南丹金牌的陶飞克将是最后一棒火炬手 距离5月4号 北京奥运会火炬中国大陆传递 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作为手传城市的海南三亚 目前各项火炬传递的准备工作 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5月3号 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 经过世界五大洲21个城市的传递后 将从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入三亚 5月4号 奥运火炬境内手传活动将在三亚举行 目前三亚奥运火炬传递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各板块活动方案已基本形成 作为火炬接力点火和起跑仪式的凤凰岛奥运广场 目前正在加紧建设 将于4月30号前全部完工 作为火炬三亚传递活动的终点站 火炬传递的当晚 在天涯海角景区还将举行一场大型庆典晚会 目前晚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成龙大哥他到时候还要来参加这场晚会 到时候很多的国内外的一流的明星 都要到我们天涯海角来参加这场晚会 为保证火炬境内手传活动成功 三亚市安全卫生交通保障等方面 做好了充分准备 火炬回到我们中国境内手传城市 一定是非常隆重非常热烈的 几次欢庆的这样种场面 让人们感到震撼力和冲击力 增强这种灵极力向心力 更好的来加快三亚又好又坏的发展 人民日报近日发表署名文章 爱国主义如何更有力 文章说近日来面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图谋 面对一些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报道 面对藏独分子破坏奥运的行径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激情如海啸般迸发 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 民族尊严受到挑衅之时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 都想充分表达自己爱国的热情 这种热情使爱国主义最为具体的表现 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弥族珍贵的精神财富 但我们也要思考爱国主义如何才更有力量 发生在这个春天的事件 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这也再一次告诉我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并不平坦 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回击世界上的反华势力 最根本的在于增强我们国家的实力 爱国主义我们要倍加珍惜 同时也应理性表达 文章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强大 更包括精神力量的强大 这种力量包括从容的面对压力 理性的应对困难 文章指出作为公民 我们有责任冷静理智的表达爱国热情 合法有序的表达爱国意愿 以做好本职工作和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 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 维护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环境 从世界文明史来看 一个民族的复兴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 只有爱国主义能壮其声威 承其伟业 我们深信当亿万中国人将爱国热情化为强国行动 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近日美国俄罗斯古巴三个国家 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代表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的时候 纷纷表示体育就是体育 不能把奥运同政治挂钩 奥运会属于全人类 相信北京奥运会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但这些日子显然被通过因为电视网组织的电视网织 有成功的成果, 在政治上的面對面的角色 有超過的概念 的運動途中, 尚未來。 我們看到的建築在中國 和 Beijing準備了 為了中加冬。 我們看到的祝賀的火彈, 我认为我们的荣黨和领导 绝对成功的维艺统 主义军canuma要去中国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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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维艺统 这是met彈的国家 发生的 整体印枪 造了十分散步 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馆 是目前西藏地区唯一一个国外驻藏使领馆 总领事欧巴典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对于即将到来的奥运火炬登顶珠峰 尼泊尔王国将会给予权力支持 尼泊尔驻拉萨尔驻拉萨尔驻 上任半年多西藏的快速发展 让总领事印象深刻 而他说314事件严重破坏了西藏民众享有的幸福生活 没有人能够允许类似事件再在这座和平的城市发生 而所有这些不和谐的因素 不会阻止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欧巴典表示 对于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火炬登顶出风活动 与中国西藏地区接壤的尼泊尔王国将给予权力支持 尼泊尔驻拉萨的总领事表示 他很高兴地看到 目前拉萨地区的民众的生活 已经恢复到了从前的平静和祥和 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 这座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 能够恢复从前的活力 这张台记者西藏拉萨报道 半个世纪前西藏和平解放 打破了封建的农奴制 西藏从此走向文明繁荣 幽远神秘的藏文化得到了怎样的继场 西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 又得到了怎样的保障 作为中国首个实现了义务教育的省份 西藏的教育是怎样从特权阶级到全民共享 西藏医疗保障体系是如何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 哪些支柱产业在支撑着西藏的经济发展 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特别节目 透过历史看西藏 带您回望发展历程 感受西藏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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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